一个二十岁的男人 正是人生中的最低点 二十岁出头的女人 是她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我妹妹她把最美好的时光 都给了你这个最差的人 喂 王总 对 那批舞蹈演员已经安排好了 对 没错 哦 舞台的事情你放心 没问题 交给我吧 哥 行 行 行 那 好 下午我去现场看一下 好吧 好 再见 怎么了妹妹 今天怎么被我碰来搁着 哥 你能不能再给我五千块 上次给你的钱耗完吗 这应该差不多 哪里 谢谢哥 谢谢哥 对了 最近你和那小鱼过得怎么样 还不是那样 她每天就跟她朋友去喝酒 没钱了还死要面子 哥 你说一个男人追到一个女人之后 为什么跟以前不一样了 妹妹 你考完试之后还会看书吗 一个男人如果他足够爱你 就别管他有没有钱 他年轻的时候没有本事 不代表他永远也没有本事 但是 你一定要记住一点 就是一个男人 他从一开始就不心疼你的话 他一辈子也不会心疼你 妹妹 我希望你好好照顾自己 我也相信 你能处理好自己的感情 我知道了 哥 那我先走了 喂 前来 现在 你怎么才这点钱 你能够省一点花啊 你哥那么有钱 花他钱怎么了 毁智的问我哥要 咱们还要不要脸啊 你的意思是 我不要脸咯 你要脸 那就去找到能跟你脸的人 去走了 小玉 你要去哪 我的事 我弄你管 你都好几天没有回家了 不用你管 不用你管 玄小玉 你给我站住 自杀 哥 一个二十岁的男人 正是人生中的最低点 玄小玉 是最出头的我们 是她一生中 最美好的时光 我妹妹她把最美好的时光 都给了你这个最差的人 有什么资格不好好去珍惜 你现在马上给我滚 不想再看 玄小玉 回家 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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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